中华民国105年 全国布农族摄尔冀 即传统技能竞赛 今年在台东县海端乡举办 作为布农族年度最大型之文化活动 将透过布农族丰富的文化特色 让大家一起认识 布农族文化的精髓内涵 为了延续我们布农族 它的团体 那么过去在民国96年的时候 很多的乡镇长 把布农族乡镇长 就他们一个共识 就是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机会 每年办一次摄尔冀 来拟击我们 所有我们布农族的一个传绝 为传承及延续布农族文化 透过传统记忆展演 使年轻的布农族人 认识族群文化的内涵 而布农族中最能彰显其 狩猎文化的摄尔冀 成为重要的象征 用以作为凝聚全国布农族的认同与团结 这一次的活动 就是有这个机会 像我们这个除去 这个我们说那个 今天能够发挥 在过去人家没有 搬出来的这个文化 今天能够所有的过去的看不到的文化 能够很完成的这个参与 全国布农族塞尔冀举办至今 已迈入第十三届 为了充分展现布农族文化丰富的特色 来自全国四个县市 九个乡镇的布农族人齐聚一堂 将布农族的文化特色 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 为了使我们不能处的 所有的这个乡民 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个 一个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分了两大类的那个位置 一个是在海关活动那边 那么另一个位置 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在我们武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 真的集中在在在在里面 本届全国布农族塞尔冀 既传统技能竞赛除了传统技宜 及技能竞赛之外 为推行运动风气 也举办多项体育竞赛 如篮球 排球 壘球 及田径比赛 透过比赛过程 拉近全国各地布农族人的感情 目的其实要就是 应该说宁记我们这个族群 布农族的相信力 然后透过在不同地点举办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认识不同的部落 而且证据族群我们说的族群之间的交流 因为毕竟我们分布在不同的乡镇 其实在文化习俗上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透过这样子聚集在一起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看别人的优点 学习之类的 一点一次的这个机会 然后让布农族能够团结的拟聚在一起 然后比赛是几次 就是重要的就是能够团结在一起 5月初夏正是海端香特产水蜜桃的当令时节 也是传统布农族猎人最活跃的时期 配合布农族摄尔记暨传统技能竞赛 让水蜜桃与布农族文化 以及海端香的美景都能够分享给世界 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区块 就把这个中山山脉的部分 就设定在这个高冷素菜的那个靠山场 那么底下部分就是 这个其他的就是中海拔的 就是梅子跟梨子 那最海拔的就是草米产业 跟这个水蜜桃 水蜜桃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特色 自初次举办至今 不过13个年头 全国布农族摄尔记暨传统技能竞赛 为了推广布农族文化持续努力 未来也将继续以文化发展为目标 持续向前迈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